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表侄女在美国从高中读到硕士毕业 留美工作 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拿到了美国绿卡 几年之前 表侄女刚生完孩子后 表哥表嫂就去美国看望女儿 但他们回国后 对女儿和养女婿非常不满意 直言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 要说起表哥表嫂对自己女儿的培养 那真的是不惜血本呢 表嫂是幼儿园老师,收入不高 表哥早些年做生意挣了点钱 几乎全部都投资在了女儿身上 我表侄女儿初中刚毕业 就被表哥表嫂送到美国去读高中了 高中毕业之后 表侄女儿考上了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 后来研究生成功申请到了美国藤校 在美国读了十年书 毕业后留美工作 被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录取 在表哥表嫂眼中 表侄女儿就是她们的骄傲 逢人就说她们的女儿有多么优秀 在疫情爆发之前的那一年 因为表侄女儿生了孩子 表哥表嫂就动身飞往美国看望女儿 本来计划着要待半年的时间 但还不到两个月 她们就匆匆回国了 照她们夫妻两人的话说 自己的女儿像是变了一个人 中国人优秀的传统美德丢掉了 美国人的崇商自由 倒是学得有模有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表哥表嫂来到美国之后 表侄女儿没有让父母住到自己家里 而是找了一家酒店让父母住下 表哥说呀 女儿家的房子挺大的 不是没有地方住 为什么让我们住酒店呢 表侄女儿说是不想要打扰彼此的生活 表嫂说要帮助女儿带孩子 却遭到了表侄女儿的反对 说养孩子是他们自己的事 让父母不要干涉 表哥说养女婿也是一个不孝之子 听女儿说 他们夫妻俩呀 几乎不和公公婆婆来往 只有在每年圣诞节和感恩节 去看望他们 女儿生了孩子后 公公婆婆只送了他们一束花 其他的啥也不管 我把这件事呢 和一个曾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朋友说了 朋友笑着对我说 你表哥表嫂 不太了解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了 美国人真是对自己的父母冷漠无情吗 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对待父母呢 为什么美国老人不靠子女 晚年一点也不凄凉呢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养儿防老 中国父母会为了孩子亲近所有 孩子长大了 操心他找工作 找对象 帮他筹办婚事 给孩子买车买房 为他带孙子孙女 那么 等父母老了 子女赡养父母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但是 美国的文化却截然相反 他们追求独立 自主和自由 等到孩子18岁 父母就会结束对孩子的一切付出 子女无论是否有稳定收入 直接搬出父母的房子 他们的人生 要由自己去创造 父母不会操心他们找工作 买房子 甚至不会理会他们的婚事 父母更不可能去帮子女带孩子 子女的孩子跟父母啊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美国的父母 不会因为子女大富大贵 就跑去沾孩子的光 也不会因为子女流落街头 就出于怜悯 接孩子回家 中国父母要比美国父母活得更加辛苦 在美国 孩子养到18岁 有的连大学费用 都是孩子自己解决的 不需要靠父母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老人生活的压力 就会小很多 他们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出去旅游 也会有一定的积蓄 有能力买养老保险 老了以后 可以去养老院 而中国的很多老人 必须靠子女来养老 那是因为 他们这一辈子的积蓄 都用来供孩子上学 给孩子买房 结婚 到最后 还要帮着看孩子 普通中国老人 一生的积蓄啊 几乎都滑在了孩子身上 甚至可以说 他们这后半生 基本都是为了孩子而活着 特别是很多农村的老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能力 条件去买养老保险 他们所有的钱 都花在给孩子读书 准备彩礼 结婚 房子 等到老了 自己没有经济来源 就只能靠孩子了 有很多年轻人 在花父母钱的时候 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而当父母老了 需要他们照顾 需要他们给父母钱的时候 就觉得万般委屈 就会开始说了 你看人家美国人 老人都是靠自己 不靠儿女养老 但是他们却忘了 美国人 他们是不会给孩子操办婚礼 不会给孩子买房子的 美国的老人 即便晚年 没有孩子守在身边 也不会觉得凄凉 那是因为 他们所有的老人 都是这样过的 没有对比 所以就没有伤害 而中国老人则不同 中国大多的老人 都是指望孩子养老的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 守着老人 享受天伦之乐 而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却是不闻不问 自然就会感觉到凄凉了 中国的老人 为孩子付出的太多了 这就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 美国人的独立自主 是渗透骨子里的 父母和孩子 不会相互干涉 不会相互依赖 二 完善的养老制度体系 美国有一套成熟 完善的养老制度体系 在美国人的理念中 老年人不是由子女来养老 而是应该由国家相关的部门 负责老人的晚年生活 每一个美国人 只要定期足额地 交纳养老保险 或者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那么每个人在年老的时候 都完全可以依靠养老金 来度过晚年生活 如果还有一定的积蓄 那晚年生活就更有保障了 美国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 只够维持基本生活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可以进养老院养老 但是子女不会负担产生的费用 老年人会选择把房子卖掉 把卖房子的钱 全部放进养老院里 美国的相关公益部门 对独居老人的关怀力度 是比较大的 定期会对其进行体检和帮扶 义工也就充当了子女的角色 因此美国基本上是社会养老 和子女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人的养老福利机制好 完全可以代替子女的操心 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 住在养老院有专人照顾 老人交给国家来养 年轻人可以有足够的精力 去创造价值 这样一来 国家发达了 也会提高养老待遇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子女可以来养老院看看父母 也可以不来 完全是自愿的 不会因为不去看望父母 就成了不孝子女 没有任何道德绑架 如此完善的养老机制和医疗体系 美国人压根就不用担心 自己的老年生活 在美国 私人财产是不容侵犯的 老人的钱是前半生努力奋斗赚到的 而年轻人的财富 是靠自己的辛苦得来的 都是各自的独有财产 谁都不可能 无理由给对方钱 父母的钱是父母的 子女的钱那是子女的 父母就是在晚年穷透了 也不能向他们的子女要钱 子女如果想要父母的经济资助 不能是要钱 而是借钱 这笔钱还要还给父母 子女哪怕是在老人去世后 继承了父母的遗产 也要用到老人认为要用到的地方 比如说 老人希望把钱拿去做慈善 子女就要按照老人要求去做 不能单独占有 美国人对待父母的方式 在美国 子女虽然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但是并不代表子女是冷血动物 不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子女和父母分开居住 不经常来看望父母 但是现在通讯工具很发达 子女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和父母保持联系 比如打电话给父母 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 讲述自己的工作 生活 未来的计划等等等等 在美国传统节日 比如说感恩节或者圣诞节 很多子女会选择回家 和父母一起聚餐 当父母晚年有重大疾病时 子女也会经常去医院 或者养老院探视 当很多美国老人的生命 走到尽头时 他们都不会恐惧和不安 而是非常的从容和淡定 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过于悲伤 而是询问父母 还有哪些心愿没有实现 子女都会尽可能地 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这也是子女 对于老人的一种关心 美国人的独立 是刻在骨子里的 子女一旦到了成年 就必须独立地去生活 在美国人眼里 这才是对子女 最好的教育方式 至于养老 国家有完善的养老体制 老人不用担心养老问题 子女有自己的生活 彼此互不干涉 这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